好,我们上一次的那个 那个纸烤铁 再把它讲完 那讲完的话 我们就开始来 讲一段排队组合吧 这排队组合的话 可能呢 会写 写不少 那就不少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 你们以前一年级有没有学过 集合 集合有没有学过 集合 集合啊 那这样没学过 没学过的话 我下一次弄一个 补充教材 好 上一次我们讲到哪一组 讲到第十一题是不是 这一题讲过了吧 对不对 对吧,还是没有 有没有讲过 没讲过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 第十题 第十题 它说这个 考虑双曲线 叫做这个 这是一个双曲线 这是一个双曲线 这是双曲线 这是它的渐进线 双曲线 双曲线 是y 平方 减s 平方 等于1 那我们知道呢 它的间定性有两条 就是y 减x 跟y 加x 等于0 这一条一看 这一条就是y等于0 这一条就是y等于0 也就是说 这一条是x-y等于0 这是它的间接线 然后呢 取尺双曲线 三一个坐标 它一个坐标 这一坐标的话呢 它把它取整数 它说呢 取是n 它把它取整数 x坐标n 那个y坐标的话呢 就代入这个 s 是n 的时候 那y坐标是多少 y坐标就等于 1 加x 1 加n 平方 就是x 平方 然后正户 正户的话呢 就是什么 就是下面那一支 那我们讲的是上面那一支 所以是取正的 又是双曲线有两支 所以呢 它的外坐标是 1 加n 平方 n 平方 这样子 然后它说 那么呢 这一点 跟这条建立线的距离 我们叫d 叫dn 如果你 横桌标取n的时候 叫dn 然后你n 越取越大 越取越大 那它们之间距离 就会越来越小 dn 就会越来越小 然后它问什么 不是说 则limit 这是n乘以 n乘以 dn 是等于多少 他问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把dn算出来 dn等于多少 dn呢 就把这一点带进来 我们那个有距离的公式 这是一条线的法向量 1加1 二分之多少呢 我把这个点带进去 取决类子 事实上不用取决类子 取决类子 带进去的话 就是n 减掉根号 1加n平方 这个距离 一看的话 这个一定比较大 所以当然就是等于 根号二分之 根号n平方 加1 减n 这样子 是dn 好 然后如果现在 把它乘以n limit n我要让它趋近不穷大 n乘以dn等于 就把它乘以n 就等于 limit 根号二可以提出来 根号二分之一 limit n 趋近无穷大 然后n 乘以这个东西 根号n平方的 乘以1 加1 乘n 这个数字 它是趋近0 这个数字 它趋近无穷大 无穷大乘以0 可能是一个定数 可能是0 又可能是无穷大 这个时候的话 你要怎么把它展开 这东西我们可以用 二向式把它展开 我们有个公式 1加x平方的q四方 有个公式 加二向式展开 就是1加qx n 再加2 加多少呢 加那些 q 乘以q-1 二阶层 2就是2乘1 这是x平方 这是x平方 再来就是q q-1 Q-2 這是三階層 3乘0 2乘0 1 然後x3... 一直取過去 因為你告訴我 這個東西它n要趨近無窮大 那n要趨近無窮大的時候 我們現在怎麼樣 我把這個n把它抽出來 抽出一個n 抽出一個n的話 1加多少呢 n平方分之1 這樣子 現在就是等於把這個 1加n平方分之1把它展開 那現在是二分之一次方 那這樣就變成了 1加上二分之1 然後乘以n平方分之1 再來就四次方了 再加多少呢 二分之1 這是二分之1 乘以呢 二分之1-1 乘以多少呢 m平方分之1 然後點點點 再來就三次方 越來越小 因為mg無窮大 mg無窮大的話 這個就跑得比較快 跑到0的地方跑得比較快 好 那這樣的話呢 那你減n嘛 減n的話 就是說 這個東西乘以n 我把它乘以n嘛 把它乘以n對不對 我把它乘以n 然後再減掉n 再減掉n 那一減n以後的話呢 就多少呢 乘以n的話 這個n乘以n就消掉了 所以這兩個消掉 再來就是n的多少呢 乘以去的話就是 二分之一乘以n分之一嘛 對不對 再加多少呢 減掉呢 八分之一 八分之一乘以多少 這n的四四方分之一乘以n嘛 就n的三四方分之一 再來一定就是n的五四方分之一了 對吧 然後再乘以前面的n 乘以前面n的話這個就消掉了 這消掉了就變平方嘛 那你limit的n曲進無窮大的話 這個就曲進一零 所以只剩下這一項 因為剩下這一項 所以就變成根號二分之一嘛 乘以limit的多少呢 n曲進無窮大 我把n乘進來嘛 所以這裡就是二分之一 減掉呢八分之一 乘以n的平方 分之一 再來是n的四四方 n的五四方分之一嘛 點點點啦 這個n曲進無窮 這個都曲進一零 所以這個就是這樣 根號二分之一 啊 乘以多少 二分之一啊 所以這個答案就是 2根號二分之一啊 這個就是正確的答案 等你 這是它正確的答案 然後你取到小數點呢 第二位的時候呢 就是0.35啦 那你可以把它除除看 這1.414嘛 1啊 除以呢 2.28 2.28 0.0 反正就是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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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對了 增約是等沒 0.35啦 那你呢 自己計算一下 這是0.35 等定 好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現在來看看呢 立體十一 十一題啊 平面上有一個橢圓 以之其焦點為0.0 就是說 焦點在這裡 0.0 然後再試試啊 跟44 這是M1 這是M2 這是M2 44 44 切Y等F加2 維持橢圓的切線 Y等F加2的話 所以它結局 都是一個是多少呢 一個是 跟號2 一個負跟號2 因為這個可以寫出來 寫成 Y-X 等於1 這跟號2 跟號2 加負在這裡 所以X結局是等於負跟號2 負跟號2 所以切線的話是這一條 這條切線 它要求此橢圓的半長軸 那半長軸的話 我們知道 這個半長軸的話 我現在因為這是切線 因為我們知道 這切線的話 既然跟主軸平行的話 所以的話呢 它的切點一定是頂點 是不是 是不是一定是頂點 對吧 就這樣啊 這是主軸 這是主軸 現在我要講 切線 這切線跟主軸平行 所以它切點的話 就是頂點 是不是這樣子 那頂點的話 頂點到達 這頂點到達圓點的距離 現在圓點 圓點的話 圓點在這裡 應該是講中心點 不叫圓點 中心點O 這是2跟2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它的切點 就在哪裡 就在這裡 這是指甲 你把它指過去的時候就是了 沒問題 沒問題 沒問題吧 好 那麼它要問那個長軸 那問長軸的話 所以你就 問那個長軸長 那問長軸長的話 那個頂點的就等於多少 首先我們看 這個距離多少 這距離 這距離是2跟2 這條直線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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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條直線就是 就是x-y 加2等於0 對吧 所以這一點到達 那個切線的距離 d等於多少 更加2分之 我把22帶進去 2-2加更加2 是不是 所以是1 所以這一段是1 兩底 這是直角 是不是 好 那這一段1的話 事實上就是b 因為那個a一定在 現在呢 已經在那個 就是焦點的連線上 b等於1 c 我知道 c等於2更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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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現在是等於1 是不是 b現在等於1 那a的話 我就可以知道 a的話 更加b平方加c平方 因為這是腿 對吧 所以b是1 加c平方 c平方就是8 所以是3 所以是3 所以2a等到 2a 2a的話 半長走 半長走是3 他要用半長走 這是腿 是as平方加bsy加4 求abc的值 既然這樣子的話 那我就知道 這個上面的點 到達 這上面的點 我叫sy 這sy 到達這兩點的距離 加起來是6 所以我就假設 假設這個點的話 是多少呢 是sy 然後跟著距離 就是s平方加y平方 再加這一點跟這一點距離 這一點的話 不一定是這一點 它可能是在別的地方 或怎樣 因為這圖畫得剛剛好 那我們來看看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有沒有等於3 這個沒有等於3 所以不是這一點 你要是這個平方加這個平方 看看它要等於3才是 所以不是在這一點 可能就在這裡 可能在這裡 也有可能在這裡 這樣子 也有可能在這裡 這樣子 也有可能在這裡 就是不是在這裡 這樣多少呢 加這sy的話 減掉44 s-4 那y-4 平方 這個 這個 2H6 是不是 然後你可以把它整理 應用呢 我們那個方法 你可以把它整理 整理的話 你就是 這一過來 兩邊把它平方 然後經過運算 經過運算的話 然後你就可以把什麼 AEC找算 不然我們算算看好了 好嗎 我就把這個呢 移過來 移過來 就移 然後把移過來 又平方 把這個移過來 然後平方 s-4 平方 加y-4 平方 平方 6的平方 加s平方 加y平方 加2倍的多少 2倍的6 乘以s平方 加y平方 這樣子 好 那這裡的s平方 跟y平方 可以消掉 那就剩下什麼 剩下一次項 一次項就是 這就是-8x-8y 這16 這16 對不對 這66 36 這32 移過去多少 移過去是 32-36 所以是-4 這等於多少 等於12 乘以這個 s平方 加y平方 然後可以把它除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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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兩邊平方就是變成2x 因為平方的以後就變成正的 2y加1的平方 這等於9倍的s平方加y平方 這樣子 然後把這個平方 平方以後就是4x平方 交叉項2x平方 交叉項2x平方 等於4x平方 再加4y平方 再加2x平方 2x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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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y 再加1 這等於9x平方 加9y平方 然後把他移過來 移過來就變成 變成是 5x平方 減8sy 減5y平方 減4y 減1 除非計算錯了 這個 1x平方 總是平方 0x平方 Спon法 5x平方 我們現在來看第12題 第二十字題它說適用在坐標題面上 現在有關POWER線的敘述哪些是正確的 能夠找到POWER線以X軸為準線 然後以X軸 X軸,所以這就是X軸 然後X軸等於0為對勢軸 X軸等於0應該是這個 然後你尋用這 SelectH軸 對勢軸 這樣能找得到嗎,對勢軸一定是這樣 這個樣子 這是XLi 對啦 那一定是這種樣子 不然就是這種樣子 它準線一定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是不對的 1是不對的 如果找到拋線 以X為準線 然後頂點是 頂點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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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是1 然後交點是1、2 1、2 這交點是1、2 這可以啊 就這樣啊 對不對 這距離是1 這距離也是1 所以這剛好是準線 沒有錯啦 這交距離是1 所以這碼是1 所以這可以啊 對不對 以X為準線 這可以 所以2是對的 再我們看來第三頂 能夠找到拋線 以X軸為準線 交點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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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呢 22 且通過 那個什麼呢 且通過33 這應該也可以啊 應該也可以啊 這是交點嘛 只要它通過中間這一點就可以了 這頂點的話一定是 是那個什麼 是交點 跟準線 就是做存直線的那個終點 這也可以啊 沒問題 沒問題吧 而且的話 我也可以把這個給找出來 因為這一點的話 這一點一定是多少 不然的話我們把它找出來 這拋線的話我把它找出來 拋線的話呢 交點 交點在這裡 有可能是這個樣子喔 沒有可能 因為準線在這裡 所以它一定是這個樣子 所以的話 那它這一點 它頂點多少 頂點是 這是2 2 跟1 2 跟1 2跟1 所以它那個 是這個樣子的嘛 所以是 所以是那個 Y 重的話 Y等X平方 Y-1 等於4C 然後這X X呢 減2 那C 現在是等於1 C 現在等於1嘛 所以是 所以這樣拋線就被確定了喔 然後你說你要帶帶看 這一點的話 是3 3 你要帶帶看 有問題 好 帶進去看滿不滿足嗎 帶進去的話 3-1 有沒有等於4 那乘以呢 3 減2 這樣就沒有了 不是嗎 這樣就不行啦 不滿足 等於 不滿足 所以的話 還要帶帶看 不能用拆 所以第三個不行 再我們看第四個 第四個 能夠找到拋線 以F軸為準線 且通過 這個 33 33 33 P1 這是33 再來那個 負3 4 負3 4 負3 負3 4 4 這看起來的話 應該是可以 為什麼 因為它那個 這可以把它弄成什麼呢 弄成這個 以這當準線的時候 所以它的那個 它那個什麼東西啊 它的頂點 頂點的那個 頂點一定是在這一條直線上 就是說 也不見得 不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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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搞不好是這個樣子 不見得 不見得 所以說 我們知道 這個 它的什麼 它的對稱軸 是X等於多少東西啊 所以你就知道 就是Y Y 我們要Y解 Y連好了 等於多少呢 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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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有可能是這個樣子 4C的話 X是怎樣 所以現在有幾個位置數 有三個位置數 你只要兩個方程式 你只能立 兩個方程式而已 沒問題 剛剛我說這樣不行喔 一定要是這個樣子才行 因為準線是這個 對吧 所以 C的話一定是這個 所以現在有三個位置數嘛 你只有兩個方程式可以帶 所以你帶進去的話呢 一定可以滿足的 沒問題 沒問題吧 而且 有很多條 這個不只一條 對不對 不只一條 再來我們看看 第五個 能夠找到拋線 以X軸為準線 Y軸為對稱軸 且通過 33 跟-33 這一定可以啊 以這個當對稱軸 對稱軸 而且這個是只有一條 對吧 沒有 不一定 這有好多條 為什麼 因為這焦點不曉得 對吧 所以你可以這個樣子 也可以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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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焦點不知道 也可以這個樣子 瘦一點 啊 肥一點都可以 這個 有很多條 所以我的話是可以的 再我們看呢 第13題 在作標平面上 以γ表示拋線 Y等於s平方 Y等於s平方的話 這圖形 試問 以下哪些方程式的圖形 可以由γ經過平移或旋轉得到的 好 首先 第一個 Y等於s平方 是不行 不行 這要經過膨脹 如果把它變成這個 這個你就是要把它寫成 根號2x的平方 原體 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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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方式 變成y prime 這個就變成 變成 就是說它伸縮就是了 你要從這裡把它變成這個的時候 你這個x 你就要代多少呢 代根號2x x要代根號2x y的話要代什麼呢 代y prime 把它代進去 所以y prime等於多少 根號2x 平方 然後這個才會是2x prime的平方 才會是這個 對不對 所以變換的時候的話 有什麼 有伸縮 這個東西有伸縮以後 才會變成它 好 那y等於 負s平方 y的話 等於負s平方是什麼圖形 是這樣的圖形 這樣圖形的話 可不可以辦到 可以啊 你就把它轉 轉到這邊來 轉180度 兩比 轉180度 可以啊 所以20是可以的 那x等於y prime x等於y prime 是什麼樣的圖 就是這個圖啊 就你把它轉90度 把這個圖轉90度 就可以了 可以得到 再來我們看 第四個 第四個的話 這個y等於 s平方加4s加3 這應該也可以啊 你會辦法弄成 x加2平方 那這多少呢 減1 減1嘛 所以你經過平移就可以了 y加1 等x加2平方 經過平移啊 就得到了 啊 第五個的話 第五個不行啦 第五個的話呢 他們所有的旋轉又還要伸縮 第五個的話 什麼時候才可以 要這樣才可以 要這樣才可以 這樣的話是不行的 你要把它弄成這樣就可以了 等於 等於的話呢 跟它 2分之x呢 減1 聽嗎 這樣就可以了 2平 這樣的話就可以了 好 我們看第十四題 下面每一個選項都是以行列式表達坐標平定上的方程式 請問哪些選項代表椭圓 第一小題 s y s s 這個一定不是代表椭圓 你不用轉開你就曉得了 這一定是代表平面 因為它弄出來的話一定是一次式的 這是一次式的 那一次式的一定是一個平面 這個東西是一個平面 然後它的滑向量 這個東西的話一定是一個平面 第二題 或者是說你也可以把它看成直線 因為它是sy的一次式 所以你可以在sy平面上看成是一條直線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看成空中的一個平面也可以 你可以把它看成一條直線 那第二個的話就有可能了 第二個的話它有平方向的 如果它沒有互相抵消的話 那x平面 乘以那個2-1 那再負的 負的2y平面 然後是這個-這個-2 再加x 這個-這個-6 沒有錯啦 是一個二子曲線 那代表椭圓的話 那你就要判斷囉 這個好像也不用怎麼判斷 4y平面 減掉6x 這個馬上什麼呢 馬上那個配方就可以了 這個配方就看出來了 不用用判別式 然後直接x 這個x呢 -3的平方 加4y平方 頂到這裡加9 所以這裡加9 這是一個椭圓 不必用判別式 直接 那個就可以了 這樣看第三小題 那我寫到哪一題去 對,第三小題 s平方第三選項 y平方 2x 1,2,1 3,1,1 3,1,1 這看起來也有可能 只是都沒有s平方向 s,y平方向 就是沒有sy 所以你就根本不用判別式 然後s平方 然後2-1 再來減掉 或是加y平方 這個減這個 倒過來 加y平方 然後這個減這個 3-1 2y平方 正負正 加2x 然後是這個減這個 所以是-5 等於0 這也可以完全平方 這邊變成-10x 那這x-5的平方 加2y平方 這點25 所以這也是個椭圓 這也是個椭圓 2-3都4 第四個的話 第四個也沒有交叉項 這其實都很簡單 而且它是越靠越簡單 1-2-1 3-1-1 你多少呢 這是 這個減這個1 那時候加Y平方 減掉多少呢 減掉Y 減掉Y的話是 減掉Q2 這個減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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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正負的 正負的 那它聽到多少呢 S平方 所以 可能要看一下 那個零考的趨勢 1減掉多少 1減掉那個 6 那減5 你看到領考的趨勢也跟那個有關 不過也不見得 因為現在好像也不是2S平方 加Y平方 加2Y-5等於 然後我配方配備看 配方的話 這是2S平方法 加Y加1平方法 這等於5加1 所以這應該也是橢圓吧 4他怎麼沒選 這應該也是橢圓吧 是不是哪裡有算錯了 沒有 S平方法要乘以5 這個減這個 是負5 乘以負5 對吧 對嗎 這個 這個 這個減這個 乘以負5 不是減幅 乘以負5 所以是減掉5S平方 對不對 等於0 等於0 所以這應該是一個雙曲線 是不是 Y平方 加2Y 減掉3S平方 等於0 所以是一個雙曲線 Y加1平方 減3S平方 等於1 所以它是一個雙曲線 不是一個橢圓 有底 好 再我們看看 再我們看第五題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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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的趨勢 可能也是要看 看他們那個所謂 歸國學人 看到底是哪一批 就是說 到底他們學的是什麼東西 我想跟他有關 不過現在 現在那個大考中心 不是獨立的嗎 獨立的話 也不曉得 他們是請哪些人來命庭 不過再怎麼請的話 也應該是那個 就是大學的一些教授 在命庭 至少在主黨 那這個 那這個的話 這個的話 就等於這個 減這個 加上y 這個 減這個 三減一 3減一 加上x 這個減這個 1減六 1減六 就是負五 等於0 沒有理 這個應該也是雙曲線 s平方 -5x -2y 所以x-2分之5 平方 -1 所以我這裡要加一個 4分之25 那因為這裡 這邊的話 -1 所以是4分之5 21 所以是一個雙取型 所以不是妥協 那我們看看 第五頁 它在 第五頁 我們看看第六頁 不過不論趨勢是什麼樣子 就說 你還是全部都要回 我們看 桌料裡面有兩條拋物線 第一條拋物線的頂點 在那個什麼呢 護士領 護士領 第一條拋物線 焦點在護士跟護士 護士跟士 頂點在這裡 說一點是這個樣子 這是第一條 對吧 好 那第二條拋物線的頂點 在士士 在那個士士 A的話在士士 焦點在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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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士士 這樣子 好 那求兩條拋物線的焦點 這個是一個計算題 我解的時候的話 是無解 那為什麼是無解 你看 看一看的話 它會不會有焦點 我們就把它解出來 第一條解出來的話 第一條解出來的話 這是y-0 等多少呢 4c 對吧 4c 4乘以c c多少 c是4 4c多少呢 x平方 x呢 加4的平方 聽信 這是第一條 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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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y-4 等等 因為焦距 因為它往下彎 所以那個c是負的 4乘以負4 x呢 -4 那我們就看看 它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那個焦點 對吧 看看有沒有焦點 你就把它帶進去 帶進去 我們怎麼做 我們就直接用剪的剪下來 就好 剪的把它剪下來 一剪下來的話 就知道 4等於多少呢 一剪下來的話 就等於16 16 16 再想 s加4的平方 加 x-4的平方 這樣子 那這樣子有沒有解 好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 這樣子的話 就等於 4是16 4分之1 s加4的平方 加x-4的平方 加x-4的平方 這樣子 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 我把它展開來 看判別式 拋一些焦點 看判別式 看有沒有焦點 好 那這段 再起2s平方 中間這樣等於0 加上多少呢 加上那個 4-4-16 4-16 32 等於多少呢 4分之1 對吧 所以呢 2x平方 等於負的 那不可能啊 等於負的多少呢 4分多少呢 32乘以4 12得8 4乘12 等於多少呢 127啊 既然小0 這怎麼可能小0呢 說無解啊 表底 就沒有焦點 對吧 這兩個就沒有焦點 好 再我們看呢 第16題 在座標裡面上 這拋線 加碼呢 通過84 拋線 通過84 這是pr 這是84 對稱軸 為直線 x等2 這是對稱軸 s等2 試問下一類哪些選項是正確的 若拋線γ的頂點 坐標是21 21 這A的話 是21 這A的話是21 摺起焦點坐標的話呢 B為24 它一定是這個樣子啦 它一定是這個樣子的話 所以 它焦點坐標一定這樣 我們順順看啊 就這個東西齁 我已經可以把它寫成y-1 等於47 因為它頂點在這裡嘛 不可能往下彎 是不是 有沒有可能呢 是 因為它對稱軸在這裡 因為它對稱軸在這裡嘛 要嘛就是這樣子 要嘛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你點點在這裡嘛 所以不可能這個樣子 因為它有通過這一點 所以4c x-2 然後它要通過8跟4 通過8跟4的話 你就可以把c算出來 這4嘛 所以4-13 等於4c 那乘以呢 每個是代8 所以這點6 所以c等於多少 c等於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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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所以是8分之1 c是8分之1 所以往上算 再加8分之1 所以焦點的話 f 就是2 1加8分之1 就是8分之9 1加8分之9 2 答案有1 8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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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搞錯了 這3啦,這是6的平方 這樣子 所以這變成C 但是問題是這樣C也不對啊 焦點坐標 怎麼有這個答案呢 通過X 這樣子是沒有錯的 X等於2 X84 這樣沒有錯啊 C等到3 36乘以4分之3 那這樣就不對了啊 他答案有1耶 這樣做是沒有錯的啊 21 那麼C的話,如果按照他的意思的話 C要等於3 這裡要等於3 這裡的話一定要等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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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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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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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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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5 批點8次 丁點坐標有可能是這個樣子 也有可能是這個樣子 對吧 有可能是這個樣子 有可能是這個樣子 因為這不是點點,這是焦點 所以的話 所以的話,你只能說 只能說 只能說兩種情況就對了 一種是這個樣子 對吧 另外一種是這個樣子 都有可能 是不是 對不對 對吧 這兩個樣子都有可能 所以第二個不要選 我們看第三個 如果拋線 γ也通過 10 11 摺起準線 方程 必為 y加6 那我們現在來看 首先它對稱軸是在這裡 所以我就知道 這一定可以寫成 從y 減掉 y0 等於4c x-2 因爲它那個 頂點 是在這邊 走上面 頂點前的 好 現在它通過 那個 84 84 這是 8 這是 4 4 4-y0 等於 47 8-2 一個方式 好 再來呢 這個 也通過 10 11 11 -y0 等於 4c 10 10 10 -2 那我就可以把y0 跟那個 4c 解出來 把y0 跟4c 解出來 好 那這樣的話 我乾脆 所以趕快一減好了 減下來 或減上去 減上去 減上去 11-4 多少 7 7點多少 減上去 是2 所以是8c 10-8 2 2乘4 是8 所以8c 所以c 就等於 8分之7 好 那這樣y0 能多少 4-y0 等於 47 8分之7 那乘以那個6 好 所以 4的8 2 3的6 好 所以 4-y0 等於 多少 21 你叫y0 多少 等於 4-21 21-4 6 7 17 負17 負17 感覺齁 這個y0 頂點在哪裡 這對象軸 頂點在這裡 頂點在這裡 A是2跟負17 對嗎 對嗎 好 然後 C 是等於 8分之7 C 的話 是等於 8分之7 因為他說通過 這個 P的話 有 84 所以 他是這種圖 對不對 他這種圖的話 那準線在那裡 那C的話 是8分之7 所以我就不曉得是哪邊弄錯了 第三個他油 C的話是8分之7 所以這裡應該是8分之7才對 對 奇怪 我這樣到底是 到底是哪邊弄錯 X等於2 X等於2是這樣 對稱軸嗎 對啊 對稱軸是這樣的 沒有錯 對稱軸是這樣的 那麼 準線方程式 應該再加個C 加個C的話 應該多少 Y應該是等於 負17 剪掉了 8分之7 應該是這樣子才對 Y應該是等於 應該是這樣子才對 奇怪 奇怪 我到底是 哪邊搞錯 到底不曉得是哪邊搞錯 所以 所以我算的話 應該是這個樣子 我 這個東西的話 這個東西 這個答案 不是很漂亮 你有沒有看出來 往哪邊算錯 你有沒有看出來 我在那邊 降低是對的 對吧 因為它是這個樣子 所以是 Y等於 4C X平方 形式 是不是倒過來 還是 4C 應該在那邊 應該很多 應該很多 搞錯了 應該X-2 平方等於 4C Y-1 對吧 是不是這樣子 對吧 這個形式 你不要給忘記 到底 這個形式弄錯了 形式應該這樣子才對 所以 這個 所以這個 這樣子就 這樣子就 弄錯了 所以 X X現在是 8 沒有錯 這是 8-2 平方 等於 4C 啊 Y的話 Y是 4 4-3 所以 36 等於 12C 也就是說 C等於 多少 C等於 3 所以 是 加3 所以 把這加3 24 所以 剛剛 剛剛那個答案是 對的 第一個那個答案是 對的 好 第二個呢 第二個 忘了 這倒過來才對 倒過來才對 我要把它 把它弄分掉 S-2 的平方 是 等於 4C Y 減Y0 然後 它現在 有一個 84 跟 什麼呢 跟一個 那個 10跟 11 10跟 11 把它帶進來 帶進來 84 6 等於 4C 4 4 4-y 再來 是 11 10-2 是 8 8平方 對不對 8-26 10-2 4 8 等於 4C 多少 Y是 11 11 1 1 2 1 1 2 7是28,所以C就等於1 C等於1的話,Y0等於多少? 那就36等於4,4-Y0 所以Y0等於4-9 所以A應該是1-5 現在C的話是1-1,所以往上加1 所以是往上加1 還是1-1 Y等於4-6 它是說準線 所以焦點在這裡,F是2跟多少呢? 加1的話是-4 準線呢?準線是-1 就Y1等於-6 準線是這個 焦點是這個 L&D 你在形式要把它記起來 這4C的話在一次向那邊 不是在二次向那邊 L&D 你如果玻璃糊塗像是這樣的話 那就錯了 本來這一題很簡單,很容易拿分的 結果我就 就拋它了 好,直線S-2等於0上每個點 都可能是泡物線γ的頂點 有一種不可能 頂點不可能在這條線上 因為這一點已經存在了 你如果頂點也在這裡 其中有一點也在這裡 這樣的話呢 這個就不是泡物線 這個就變成直線 因為兩點決定一條直線 所以第四個不能選 直線X-2等於你上的每個點 都可能是泡物線γ的焦點 這個有可能 每一點都有可能是焦點 你焦點在這裡的話 就這個樣子 可以這個樣子 都有可能 焦點是不可能 所以五也要選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吧 沒有問題的話呢 我們來講這個排列組合 講理喔 這個排列組合 我有去看書 這本學問正在彭補畫展 所以的話 我可能就是說 會講一個段落以後 做個補充 講一個段落做個補充 這樣子 讓你 要不要學到這個最夯的東西 我們看看喔 這個排列組合 他們大學課程 有一門學問叫組合數學 事實上我們講的就是 在講卓順 就是在講什麼 講技術的方法 這一門學問在講技術的方法 技術 技術的方法 好 那講這個呢 這個 之前的話 我們先講那個 集合技術與排容原理 因為這個原理很重要 其實喔 不只這個重要 還有其他很重要的東西 不過的話 這個是很基本的一個東西 這個組合數學 是讓它很龐雜 東西很龐雜 我們來看這個 集合技術與排容原理 我們先來談一談 什麼叫集合 所謂集合就是說 一堆成員的聚集 就是一個集合 比如說一個家庭就是一個集合 那家庭裡面有 還有爸爸媽媽 阿公阿嬤 還有你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你啊 還有你的姐姐弟弟妹妹 所以集合就是一個團體 像那個中華民國也是一個團體 團體裡面 事實上還可以再有些小團體 像公司 這些 所謂集合就是一個團體 團體的話 裡面有一些元素 所以通常一個團體 我們用集合 團體集合 我們用大寫AVCI來表示 那裡面的成員 我們就用小AVCI來表示 那團體跟團體之間的關係的話 有所謂的大團體跟小團體 如果是團體之間的關係的話 我們用包含跟包含語來表示 包含 這包含語 這個叫做包含 這個意思是什麼意思 這意思就是說 這上面的每一個元素都有在裡面 那我們就說 A包含B 比如說 A這個集合的話 他有什麼呢 他有ABC B這個集合的話 他有什麼呢 他有什麼呢 他有ABC B這個集合的話 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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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兩個團體 這個是兩個團體 這兩個團體就是說這樣 就是說 比如說 這是婦女會 然後的話 這是家庭會 這個我所謂編的 這婦女會的話就是說 裡面有三個家庭的主婦 這個家庭會的話 搞不好有六個成員 除了主婦以外 還有主婦 有夫妻 只有六個人 一個大團體 這個是一個小團體 那他們 各自呢 各自成立兩個會 對不對 各自成立兩個會 好 那這兩個會是不同的會 那裡面的成員都在裡面 那我們就說 A 它包含B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吧 好 那就是 團體跟團體之類的關係 還有另外一種關係 就是說 成員跟團體的關係 就元素跟集合之類的關係 那就用一種屬於的關係 比如說 以這個當例子 A屬於B 也就是說 A A屬於A 也就是說 A是在這個團體裡面 小A是A這個團體的一個成員 那我們就說 A是屬於A 比如說 我們是中華民國的那個 成員 元素 所以的話 我就屬於那個 中華民國 這樣子 好 等等 當然 我沒有參加什麼會 如果我有參加什麼會的話 那我同時也是屬於那個會 這樣子 好 就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 要來談這個集合的數目 比如說 這集合 它有幾個數目 它有三個成員 那我就說 M A 它成員的話有三個 這樣用底 沒有問題吧 好 那這個 講成員 講團體之間的關係 還有 我們要先談一個團體之間的運算 團體之間運算就是說 A交幾B 這什麼意思 A交幾B 它意思就是說 A交幾B是另外一個團體 這個團體是說 它在A裡面 而且也在B裡面 那這個我們叫交幾 也就是說 X X屬於A 而且 這個符號叫做且 這個符號叫且 而且X屬於B 那我們就說 這個集合是A跟B的交易 比如說舉個例子 比如A的話 是等於什麼 A V C D V 是等於什麼 C D E F G 那這樣A交V A交V 就等於C D 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聯集 聯集就是聯合起來 兩個團體聯合起來 兩個團體聯合起來 X X X的話它是屬於A 或者 或者是什麼意思 所以或的意思就是說 只要有一個成立就可以了 或者X屬於B 這什麼意思 比如說 A連B A連B的話 還有E和D 這個通用 你看 A為什麼會選 A為什麼會選進來 因為A屬於A 那D為什麼會選進來 因為D屬於B 對吧 只要屬於一個的就可以了 只要一個的 它就什麼呢 加進來 好 這個集合的關係 我們可以用所謂的文式圖來表示 文式圖就這樣子 這代表A對不對 這代表B 這代表A焦B 這代表A焦B 整個就代表A連B 整個就代表A連B 切換定 還有所謂的差跡 差跡什麼意思 比如說 這個 A減B A減B 這差跡什麼意思 它的意思就是說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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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屬於A的 一定要屬於A才行 而且 x 不能屬於B 所以 你要怎麼選 你就把A的元素 通用選進來 然後t除 t除 t除 凡事在B裡面 t除 t除 比如說 你這個當例子 你這個當例子 你把A的元素 都選進來 那凡事在B裡面 t除 所以就變成A B 對不對 所謂的A減B是什麼樣的圖 你用文字圖的話 來表示的話 A減B就是這樣的圖 這是A對吧 這是BE嘛 那A減B的話 就是這一塊 這一塊的A減B 它是在A裡面的 但不能在B裡面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看這個圖的話 我們就知道 A減B 通常用這個符號 符號寫 或者是用這樣也可以 這是兩個符號 兩個符號都可以用 A減B也可以 這樣的話 會等多少 會等於A 對吧 然後呢 減掉多少 減掉 A減B 你是要把這一塊減掉就可以了 表弟 A減B 就等於A減A加B 表弟 表弟 吧 好 那大致上就是這個樣子 還有所謂的什麼 所謂的 所謂的那個語題 語題就是宇宙的魚 語題的意思就是說 所有的元素所成的集合 就是你在討論的那個 那個題目裡面 所有的元素所成的集合 以及通常用一個呢 方框 所有的元素所成的集合 對吧 那那個集合的話 都是它的一個子集合 哦對 它有一個稱謂叫子集合 子集合的意思就是 A如果包含B的話 那我們就說 A是B的子集合 因為A裡面的元素都在B裡面 對不對 好 那這個的話 我們在軟集啊 那如果我現在這個 A叫做這個集合 那A bar A bar的話 我們就叫做那個余集 或是補集 余集啊 或是補集 那補集什麼意思 補集齁 它意思就是說U 那減掉A 也就是說這一塊 外面這一塊 你看喔 這是補集啊 沒問題 沒問題吧 好 那下一次的話 我一一份那個小小的角密 我們把這個做比較有系統的那個角 因為這個了解以後的話呢 以後的題目做起來的話呢 會比較順 那我們就先做一些題目以後的話呢 就曉得說 這個的話呢 這個的話是蠻基礎的 而且很重要 當然不是說 只會這個的話 你就全部會了 不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來看看 集合技術與排龍聯理 為什麼叫排龍 等一下的話呢 我會稍微解釋一下 為什麼叫排龍 我們現在要談什麼呢 談一個集合的個數 那這個集合的個數 第一個 N 這兩個集合 取連集 那我呢 取它的個數的話 這會怎麼樣 會等於 A集合的個數 加B集合的個數 減掉 A加B集合的個數 這個什麼呢 這個用文字圖 文字圖來看的話就很清楚 你看 A連B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 是全部的 那A是這一塊 那B是這一塊 那你這一塊的個數 加這一塊的個數 中間這一塊呢 加了兩次 加兩次的話呢 所以要把它什麼呢 要把它剪掉 對不對 對 那這個有點排的意思 排的意思 排的意思就是說 把那個什麼呢 重複兩次的部分 排 排掉一次 對不對 還有一種的話 就是說 你如果扣太多次的話 你要把它加回來 那個就是融 這是排 對不對 沒問題吧 好 然後呢 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 這兩個公式比較常用 所以我們就把它寫下 A連B 連C 這個等於 這就等於 先一個的 A 加NB 加NC 就是那個 一個的 抬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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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掉一次 抬掉一次的話 就 N A交B 剪掉 加上 A A交B B交C 或是A交C 也可以 B交C 加N C交A 這怎麼看嗎 這是要看嗎 這怎麼看嗎 這是要看嗎 對嗎 我就是這個M 這個 就是我這樣講 這個 這怎麼叫A 這個我叫做 怎麼講 這個叫 這小A好了 這小A的話 代表什麼 代表呢 它是指技術一次的 技術一次的 技術一次的 這是B 技術一次的 C 這是技術兩次的 技術兩次 ABC DEF 中間這個技術三次 是不是技術三次 對吧 FG 對不對 我就說 我 這個嘛 這個 包括什麼 包括 這個加這個加這個加這個 這是AA NA的話呢 是等於多少 NA的話是技術呢 多少呢 A 加D 加G 加E 這是NA 對不對 那MB呢 MB是什麼 B B 加D 加F 加G NC 你多少呢 等於那個C 加E 加F 加G 然後我把它加起來 NA 加上MB 加上NC 我發現了 裡面 這個D是技術兩次的 技術兩次 那A是技術一次的 有多少呢 有ABC 這只是一次的 A加B加C 對吧 那A有技術兩次的 技術兩次的話是DEF D的話 你看喔 這裡有兩個D嘛 E的話呢 是這裡有兩個E F的話這裡有兩個F 對吧 G是技術三次的 加多少呢 加兩次的多少呢 兩次的D 加E 加F 加多少呢 加那個三次 3G 沒問題 沒問題吧 所以的話 事實上的話 我們就也是得到一個工資 得到一個工資 這是AE N1 N1 就是技術一次的 技術一次的 加呢 兩倍的 這是技術兩次的 這叫N2好了 加上的話呢 三倍的N3 N3的話 就是三個什麼呢 D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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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兩個集合的交集 G的話 是三個集合交集 所以這個的話 N1的話 是N1的話 N1的話 是 只屬於一個集合的 N2是屬於兩個集合的 N3是屬於三個集合的 沒有問題的話 那在這裡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講 就是說 因為我把這一剪的話 實際上是剪掉什麼東西啊 A加B的話是有包括它 所以你這樣扣三個的話 扣三個變成什麼 變成是 這個扣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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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被扣了什麼呢 被扣了三次 全部扣掉了 所以要把它加一次加回來 因為你每一個區域都要一次 這裡要挑一次 這裡要挑一次 那整個A加B加C的話 這個是只有一次 中間這個兩次我要把它扣掉 但是我扣的時候是扣整個 所以你包包這個也扣了啊 所以你這個扣一次 這個扣一次等於是這個也扣一次 所以這個就剩下一次 因為這個本來是兩次的 扣一次 但是你這裡又扣了一次 這裡扣了一次又剩下一次 這裡扣了一次是剩下一次 但是等於你這裡扣了三次嘛 就全部扣掉了 就G全部扣光了 所以你看到什麼 他要再把它加回來 加什麼加G G的話就是N A交B交C 這是直觀的看法 那我們也可以用推的 用計算的 沒有問題吧 好計算的 我們現在用計算的 計算的話呢 我就把這個合併 把這個合併的話 帶這個公司 就是啊 A連B嘛 加上NC 減掉N都啥呢 N A連B嘛 交C 這樣子就帶這個公司 好啊 再來我們要把這個展開 這展開的話 我們有個運算 就是A連B交C 這交集呢 對連集具有分配率 具有分配率 所以這個很多東西 連C 啊 交多少呢 交這個B 連C 交V連C 你這個可以把它看成是加 就等於C 乘以A 對吧 我應該是這樣子講錯了 這應該是A交C啊 那連集呢 B交C啊 你看成成嘛 看成成 這C乘以A加B嘛 就C乘以A A交C嘛 加C乘以B啊 那為什麼是這樣子 我們用文式讀呢 來解釋一下 我們看到A連B是這一塊 對不對 這是C 焦C啊 這個的話就可以了 A連B A連B是這一塊啊 焦C所以是這一塊 兩筆 紅色這一塊 這一塊就是A連B以後 再焦C 兩筆 兩筆 A交B B交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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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交C是這一塊 嗯 剛剛這是A嘛 B A連B 焦C嘛 沒有 它是A交C啊 剛剛講錯 A交C的話是這一塊 對嗎 對吧 那B交C呢 B交C是這一塊 那兩個呢 連擊 是不是等於這一塊 這一塊跟這一塊是一樣的 沒問題 沒問題吧 好那我們用這個展開 這個以前有沒有學過 沒學過 那沒學過的話 你們 你們回學校的話就慘了 OK 下一次的話 我用個獎頁 我有獎頁 現成的獎頁 如果你們老師負責一點的話 你應該會講 如果不負責的話 他沒講的話 你們就完蛋 我保證你們完蛋 不過你知道我這邊 很安心 好 現在把這展開 把這展開的話 這個展開很快 這個N A交C 連擊 B交C 這樣子 好 然後呢 我整個展開 這個再把它展開 就 NA 加NB 這是誰 NA加NB 加上 NA交B 這個 是這個 然後再加什麼呢 加NC 後面這個 剪掉多少呢 這個 這個我現在把它展開 這把它當成一個 這當成一個 就等於N A交C 加N B交C 減掉多少 減掉呢 這兩個取交集 NA交C 交B 交C 當你A交C 交B交C 事實上就是 A交B交C 對吧 所以呢 把它拿進去 就變成N A交C 加N A交B交C 減掉呢 A交B交C 減掉呢 等於 然後你四個的也可以展開 所以最後的答案就是 一個的取正的 兩個的 這應該減才對 我這裡展開的話 剛剛搞錯了 這應該減 兩個的話 就變成減的 一個的是加的 兩個的是減的 三個是減的 就 NA 加NB 加NC 減掉多少呢 減掉這個 NA交C 減掉 NB交C 減掉呢 減掉 然後這是正的 呼得正的 加上N A 焦 B 焦 C 沒問題 沒問題吧 這個你可以看著這個叫排龍原理 排龍原理就是說 我排掉呢 兩次的排掉一次 這個的話被排了三次 這個東西被排了三次就沒有了 我還要再把它加一次回來 因為什麼 因為這個都有在裡面 這個東西都有在裡面 只有被排了三次 它只有三次 所以要把它加一次加回來 沒問題 那可以依此類推 依此類推的話就有四個類 四個的話就一個的 減掉兩個的 加三個的 減四個的 依此類推 五個的也是這樣子 沒問題 你可以用龜納法的話 把它證明出來 沒問題吧 沒問題的話 我們就開始 來做一些題目 我們看了立體液 在實章裡 這個小村莊裡 僅有聯合報與中國時報量的話 聯合報的話 我用AE AE 我叫聯合 AE 我叫聯合 AE 我叫中國 中國時報 供應 以致全村五十個訂報戶 全村的話 雨集 全村有五十個訂報戶 定聯合者有 或者是說 全村的話 有五十個訂報戶 定聯合者 聯合的話有三十四戶 或者是說 因為有的人可能沒有訂 所以不要寫U 不要寫什麼雨集 因為有些人可能沒訂 寫成 沒有訂聯合的話 也有訂中國 就是說 兩種報紙至少訂一個 就是有訂報的 訂報戶 這個是訂報戶 至少有訂一種報紙 這是總訂報戶 訂報戶的話 這有幾個 有五十 因為全村的話 可能還有其他人沒有訂報 訂聯合者有三十四戶 訂中國的 有二十八戶 事求兩種報紙 接訂者有幾戶 好 那你就代公司 這個你知道 這叫做NAE 加上NA2 加上NA2 減掉NA1 加上NA2 這兩者都有定的 所以變成 NA1 加上NA2 兩者都定的 就等到 就等到 NAE 34戶 加上28 減掉50 這樣子 那就知道 這起62 62 62 減掉50 所以12戶 所以12戶 兩者都定的話 有12戶 這樣子 立體吧 沒問題 我們再做一體 就休息一下 我們看立體二 試求一到一千的自然數中 能被三或六整除的有幾個 好 那一到一千當中的話 能被四或 A4 我叫做 能被四整除的那個鎖成的機會 寫N 能夠被四整除的 或者 或的話就代表連擊 或者能夠被六整除的 有幾個 那就是說 能夠被四整除的 加上能夠被六整除的 那你算出來以後 它裡面有一些重疊的 就是說 能夠被四 而且能夠被六整除的 這個共算了兩次 所以你要扣掉什麼呢 能夠被四 而且能夠被六整除 就是它能夠被十二整除 就是它能夠被十二整除 就四跟六的最小的公倍數 能被它整除 且喔 是且喔 所以能被十二整除 好 那我現在呢 能被四整除的 它個數有多少 就等於四分之 十的三次方 然後最好取高四不二 這什麼意思 這樣取之道的意思吧 比如說你一到十 那一到十的話 它個數有幾個 大概就是四跟八 那四跟八的話 哪裡來的 你就說 就是四分之十嘛 那取高數的話 高數的話就二 這二就代表什麼意思 二就代表兩個 這二的話 乘以四以後 就是最後一個那個數 沒問題 沒問題吧 因為這個 這個的話 就怎麼講 這裡的話 有四的話 就是說這樣 是 或是一到什麼 一到一百 一到一百的話 總共有幾個四的倍數 是不是四 八 再來 四三十二 一直點點點 就四乘以多少呢 一 二 三 四 到二十五 那四乘以二十五的話 就最後一個數一百 所以它的個數 有這麼多 二十五怎麼來的 二十五就是一百 二十五 除以四來的 是不是這樣子 沒問題吧 好 那這樣子的話 一除都要等到 等於幾個 好 有問題吧 三個問 如果不清楚的話 四二的八 四五二十 兩百五十個 一到一千 那些能夠被四整除的 有兩百五十個 好 再我們看看 能夠被六整除的呢 有幾個 有六分之十的三十方 對吧 能夠被六整除的 十的三十方 一千 他除以六 六一得六 這告訴過 就是 取那個 不大於他的最大總數 四十 六六三十六 就取總數部分就對了 四十 六六三十六 所以一百六十六 所以一百六十六個 是六的倍數 好 再來呢 十二的倍數呢 就十二分之呢 一千嘛 那就是一千除以十二 九 九二十八 應該用八 八十六 九十六 四十 三 三二得六 三十六 這是八十三個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算出來了 所以 N A4 或A6 就等於到 250 加166 減83 這樣子 250 166 6 11 416 減掉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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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們班同學要不要補 想要做辦法 要你一個不會覺得很孤單 OK 我看第三 至求不大於一百的自然數中 不大於的話當然是小於等於 能被二或五整除了自然數的總和 他問總和 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 他那個總和 我們看就是說 能夠被二整除的那些數的總和是多少 那不就是二嗎 二四六八 就是一加二 一直加到五十 最後那個數是一百 一百 能夠被二整除的那個總數的和就是這個樣子 對吧 能夠被什麼呢 能夠被什麼 被那個五整除的 他的總和是多少 就五 一加二 加到二十 二十乘以五剛好是一百 但是你把它加起來其中有一些是重複的 哪些重複 比如說一百 一百是重複的吧 那重複的部分是哪些 是能夠被十整除的 對吧 這裡有能夠被十整除的 這裡有能夠被十整除的 所以你加起來的話 能夠被十整除的就加了兩次 所以你要扣掉一次 要扣掉能夠被十整除的 我再十 一加二 加到十 是不是這樣呢 這裡有個十嘛 這裡有十 二十這有二十 兩個都二十 兩個都三十 兩個都四十 要減掉一次 那這個的話就多少 二乘以多少呢 底層高數以二來 上底加下來 幾乘以高數以二來 五十一 乘以五十 那除以二來 對吧 那再來是五 乘以多少呢 二分之二十一 乘以多少 二十 那再來是十 乘以多少呢 二分之十一 乘以多少呢 乘以十 要把它算一算 要把它算一算 這是八 這是二 這是二 所以這是五十一 乘以五十 二五五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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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這十 二百一十 乘以五 我得十 一零五零 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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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五乘以五百個十 加起來是十五 十五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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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錯了 喔 這是減啦 報送 這應該減才對 減啦 減啦 這應該減啦 不是加啦 這兩個加強嗎 0 0 6 3 6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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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